先走 接下来请收看 无题如是说 修行功课 皈依三宝石的三种重要观想 清除业障 接受皈依对象 灌注甘露 受皈依对象照顾 观想有光芒 从五群精神上师心中射出 从你自己和一切众生 头顶隆起处透露 甘露顺着这些光芒注入 你便清除了自己冒犯三宝的恶行 使你承受诸佛的身与义三密加持 于是要观想自己三宝慈爱的照顾之下 尤其得到精神上师的慈爱客户 归一后的下一步 即是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为了一切众生的福祉 希望成就完全证悟的利他心 为了要生起这么强烈的利他心 必须专注观想自己周遭的一切有情众生 为了要生起这么强烈的利他心 要明白他们和你自己一样希望敌骨得乐 要这样想 我必须自己达到完全证悟的境界 也就是我面前的灰衣对象的崇高境界 我才能够好好帮一切众生的忙 我不过是五蕴合合而成 没有一个主宰射受响刑式五蕴的 独立在五蕴之外的死我 在发出慈悲与爱的同时 加上领悟空性的智慧 是十分有效的 既然发菩提心为造福众生而求绝物的灰衣对象 利他心就必须修事无量心 也就是慈悲喜舍 慈无量 悲无量 喜无量 舍无量 乃是引发菩提心的重要动力 对激励力利他精神有很大注意 努力想通是什么在阻碍自己真正成为佛 进而发现 阻碍在于有爱恨心的情绪起伏不定 为了克服爱恨的情绪影响 所以要修慈悲喜舍 作为佛门弟子应走的正路 乃是在心念上有正向的改变 能使人在艰困中更勇敢 得到抚慰 意念清净的修持 才是真正的佛法修持 利他的思想 乃是人世间利益与幸福的真正源头 履行利他乃是人性价值的至高实现 善心与利他的动机确实是真正的欢喜全员 所以也是真正的如意宝石 人生的目的与责任 我们责怪 批评别人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受苦 但是如果我们不喜欢痛苦 我们就不应该伤害别人及制造破格邪 这些都会干扰到我们的安乐 我们想要的尽于我们对他人所做的相反 如果你招人批评与责备 就拿他作为修行吧 他是觉悟之道 这种针对我的抱怨责耐 是累世业力的显现 要修忍辱波罗尼 尽可能用转念来平息怒气和对他人的恶意 那是菩提心的敌人 当然会有爱批评的人存在 如果他们不是佛 如果他们是出于贪酌和嗔恨而批评 那他们实在是造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重恶业 将使他们多结投身地狱道 这就好像他们来到人道只是为了购物 像去超市购物一般而买下了地狱道 忍辱 不要对任何危害你 对你不好 伤害你的人 只持任何怨恨 只要放手并修持安忍 因为对他们生气既不能帮助你 也不能帮助他人 只会使你堕入恶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身为佛法的修学者 就要设法帮助众生解决问题 应该把自己所受的戒跟日常生活相结合 疲累时要议念 那是修行的信要 看看那些没有遇到佛法 不知道有来生的人 他们的心犹如黑夜被无名所覆盖 一辈子只追求此次的暗恶 因为完全颠倒 无从辨别善恶 所以他们看成获得安乐的方法 实际上都是恶业 昼夜每分每秒所作所为 都是不善业 都是在跳入三恶道的深坑 他们何等可怜 自己行善 而看到有众生过着那样恐怖或痛苦的日子 不帮助他们 自己怎么可能休息 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 就是保护他们不受苦 改变他们的态度 然后改变他们的行为 这样他们就能从这一辈子获得安乐 一直到成佛 用这个让众生脱离颠倒的方法来利益他们 才是真正对症所下的药 每年有许多人直奔恶趣 但因为你提供佛道次第的教授 能够帮助许多人避免堕落苦去 佛法是不可思议的保护 是最好的方法 身为佛弟子要创造弘法地生的祖园 身为佛弟子要创造弘法地生的祖园 如果有众生遇到困难 就依个人的能力去帮他解决 五方佛誓言中包括饶意众生计 即使你只告诉他路怎么走 或者他生病而你给他药吃 这都能成为保身佛誓言的无畏食 一旦你开始为其他众生过佛 就会享有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你为别人而闭关 当你扭转心态 做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别人 要平息他们的苦难 使他们获得幸福时 内心便获得真正的满足和安理 人生真正的快乐 始于爱惜其他众生 要成为仁慈的人 而且能够服务众生 如同弥勒日巴 对那些照顾和城市行者的人说的 修行人在石头上采修 功德主供养食物 是一起成佛的吉祥安排 这一指尽未来是 你会满所有的愿 它们会轻易实现 无论你需要什么 包含所有的成就 人们将很容易提供任何东西给你 正如你现在为修行人所做的 佛陀的一切事业当中 胜于罪为殊胜 即使自己还没有证得佛果 但是还是要付出 让众生离苦得乐的最好引导 至上方便 等到证得佛果会 我们的事业不会告一个段落 不会躺在床上休息 因为成佛唯一的目的在于利他 而利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法 因此应该体会到 执欲无物的正法是多大的善缘 只要是佛法的活动 只要它是为了弘法而办的 即使动机染上了世间法 还是有不可思议的利益 此事来生解脱佛果的利益 涉及到弘扬利他教法的 确定是有意义的 我曾经向纳望塔杰格西请教 如果没有出离心 菩提心 空性正见的动机 而自现本尊 算不算善业 格西拉回答说 算 因为对象具威神力 即使是那样自现本尊 还是能够尽出恶业 撒家法王在雪梨说法时 有人问他什么是最好的利他方式 法王回答说 指出正道 我觉得很有意义 而这也正是我们所努力的 阿尔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 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志业 自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忌贫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单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 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 平安吉祥 顾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顾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佛陀岸 有点有点便宜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心的一位师姐 他儿子有忧郁症 叫我请示医师 我现在最大的困扰 不知道怎么帮助忧郁症 因为忧郁症除了药 当然吃药是非常好的方法 有些人一忧郁症就赶快吃药 对他有帮助 有些人是不承认他自己有忧郁症 妄想症 妄想 忧郁 躁郁 就是有连带关系的 清跟重 那问题是 他有没有那个姻缘 愿意听别人讲 或是劝他吃药 一样是可以过关的 然后 所以在这种情况 一定他身上有 过去有造这个夜灰烟 淫情在 在天台智者中 这叫狂 所以 那这种夜 他要忏悔 然后他家里的人 帮他修种种的功德 乃至 按照金刚称 他说 最好去拿甘露丸 然后呢 念百字明咒 念完百字明咒以后 把这个甘露丸加水 给有忧郁症的人喝 就能够净化他的身心 来自 见见他的 烟情在主 各位这个可以学 不管不是光忧郁症 比如说你身上有什么病 那你吃那个药 也不会好吃 那就可能是烟情在主吧 那你就 能够去找一个甘露丸 然后呢 喝下去 喝下去的时候 是把这个甘露丸 不失给身上的痛苦的众生 让他 这个叫吃起解脱 这个甘露丸不是你吃 是不失给这个众生 他解脱了 那我想各种方法 你都要试试看 试试看 不过家里人有忧郁症 这也是他的贡业 今天我这个老板 过去是逼员工 逼得很紧 然后我这辈子来 那可能我的儿子忧郁症 因为我还受到那个 逼人家的业 现在换你也被逼了 每天我儿子有忧郁症 很怕 很烦 这个都是你自己 那所以 做妈妈呢 更要忏悔 然后呢 这个儿子 要有耐心 那以前 法政老法师 我们以前在会日讲堂 碰到忧郁症 他就会讲 很简单 叫他操心经 他就 不要讲了 不要做了 他就叫他操心经 操完心经 拜佛拜佛 久了就会好 我看了好几个 有一个女生 他就来 就操心经 然后老婆上叫他拜佛 他愿意听才有用 有些不愿意听 结果就好了 就好了 问题又来了 又去谈恋爱 然后又忧郁症了 然后后来 我就老婆上 他就是不能谈恋爱 他谈恋爱就忧郁症 那我说那怎么办 他又那个样子 又很想谈恋爱的样子 特别忧郁症的人 他如果去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哇 那个可厉害了 他就光看一个相片 就可以爱上他 然后就天天去追他 然后就弃而不舍 比学活还厉害 那个忧郁症 他就有个执着 他就抓住了 抓得很紧 所以这个就是强迫症 那这怎么办 就自己 自己要忏悔 旁边人跟你讲 你要听 那才有机会 不过我讲 这也是个供业 做父母 会有这个供业 有这个供业 有政治 有婚业 有政治 他有志 有的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